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 怎么 啊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真的是李牧阳 小白脸死了 我是不是也得跟着凉凉 快 不要有毒 你看 你看 哎 我认识他呀 哦 果然是你 蛾欢 你还有何话可说 依照律法 故凶杀人之人与凶同罪 当诛 城主 此人谋害盛始 欺君往上 实乃罪大恶极 不可轻饶啊 城主 何欢是我教中之人 理应由我教内部处置 我御下无方 自会撤销其上使身份 将其关入大牢 依教主所言 城主 我意已决 不必多说 城主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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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才还要多谢陈大人仗义之言 这次多亏了大人 哦 对 这位是户部尚书陈大人 在下陈墨 拜见圣使 哎 陈大人光位高 应该我拜您才对 圣使为百姓降下甘霖 可谓功德无量 怎会当不起陈墨一拜 只可惜 此次城主受之于孔雀教 未能将那和欢绳之以法 委屈了圣使 圣使 圣使日后若是有什么难处 便来寻我 在下定会 清囊相助 嗯 告辞 告辞 清囊相助啊 这陈大人还挺好哎 你别看陈大人年轻 他可是我们孔雀城的公骨之臣 为人清廉 吉言直鉴 是个君子 圣使 来 来 城主照你们所为何事 有没有为难你们 你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 何欢把我跟老李挖了个大坑 不过 他万万没想到 我跟李大人之间的连结 不知何时已经解释了 本圣使中路兑现 轻轻松松把它摘于马下 厉害吧 哎 春美夫啥时候接他 我们怎么不知道 之前的标 那标上的图 本与赤尾符同宗同源 意在以毒养毒 可万没想到弄巧成拙 那标竟然把赤尾符 从伤口里引得出来 我们也算是因祸特福 只不过彼时 敌人在暗 就没有挑命 这也太巧了 连老天都在帮我们 哎 李大人 你什么时候给刺客下的花粉啊 我有几时给他下过花粉了 只不过是看到那荷欢身上 有青沙虫最暗的香囊 就炸他一炸 料到以他的性子 必是做贼心虚会露出马脚 果然 一炸就露出来了 李大人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不过这也太便宜荷欢了吧 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了 就是 孔雀教育城主互相制衡 若是阮九叔要保荷欢 那城主不得不给他面子 不过好在 和欢也已下了地牢 盛世 可以安心了 最好是 他可别惹我了 他要是敢惹我 我可不客气 教主 教主 你看 我认识他 哦 果然是你 和欢 你还有何话可说 依照律法 故凶杀人之人与凶同罪 当诛 撑主 此人谋害盛世 欺君往上 实乃罪大恶极 不可轻饶啊 城主 和欢是我教中之人 理应由我教内部处置 我御下无方 自会撤销其上使身份 将其关入大牢 依教主所言 城主 我意已决 不必多说 城主圣名 城主圣名 并不愿 在这里 封 导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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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何欢绳之以法 委屈了圣使 圣使日后若是有什么难处 便来寻我 在下定会 清囊相助 告辞 告辞 清囊相助啊 这陈大人还挺好 你别看陈大人年轻 他可是我们孔雀城的公骨之臣 为人清廉 吉言执鉴 是个君子 圣使 来妹 城主照你们所为何事 有没有为难你们 你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 何欢把我跟老李挖了个大坑 不过 他万万没想到 我跟李大人之间的连结 不知何时已经解释了 本圣使中路兑现 轻轻松松把它斩于马下 厉害吧 赤伟夫啥时候接的 我们怎么不知道 之前的标 那标上的图 本与赤伟夫同宗同源 意在以毒养毒 可我还没想到弄巧成组 那标竟然把赤伟夫 从伤口里引得出来 我们也算是因祸得福 只不过彼时 敌人在暗 就没有挑命 这也太巧了 连老天都在帮我们 哎 李大人 你什么时候 给刺客下的花粉啊 我又几时给他下过花粉呢 只不过是看到那荷欢身上 有青沙虫最暗的香囊 就炸他一炸 撂倒以他的性子 必是做贼心虚会露出马脚 果然 一炸就露出来了 李大人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不过这也太便宜荷欢了吧 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了 就是 孔雀教与城主互相制衡 若是阮九叔要保荷欢 城主不得不给他面子 不过好在 荷欢也已下了地牢 盛世 可以安心了 最好是 他可别惹我了 他要是敢惹我 我可不客气 教主 教主 怎么这么暗啊 少城主看一下墙上的飞镖 这是 这镖上有荧光粉 只有黑暗之下方可显现 就是那天那个刺客干的 飞镖还找那么华丽胡商 那日的刺杀 也许真的不是孔雀教 那你的意思是 恐怕 是百花沙 百花沙的行动 已像以花雨为招 飞镖四射 像是鱼弱 这镖上 又有花瓣的图案 这不就是一场特别的花雨 那夜的刺杀 一定是百花沙 这百花沙到底是什么组织 当初我一来的时候 软九叔就一口咬定 我是百花沙的人 真是匪夷所思 这百花沙啊 是孔雀教头号敌人 近年来屡屡和孔雀教作对 传闻啊 百花沙他们 出手狠马 行事不决 无恶不作 特别是百花沙头目 简直是令人闻风丧感 凡是和百花沙作对的人 皆会丧命 那不对啊 你说何花要对付我 是因为我 抢了他圣使的位置 那百花沙要对付我 他们这是干啥呀 你是孔雀教的圣使 百花沙又一向和孔雀教不对付 圣使自然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自从我当上这个破圣使 一点好处都没来着 闲事走了个和欢 现在又来个百花沙 一点喘气的机会都不给留啊 我死了 死了 圣使是不是太累了 不然我们出去游玩一番 这附近好像有一个 汤泉山庄 颇受达官显贵的血爱 不知圣使有没有兴趣啊 汤泉 那就是泡温泉呢 对 泡温泉 那 择日不如撞日 咱们今晚就出发 走 那我收拾一下 咱们马上出发 走 走